對 然後 他有說 這首歌就是你 就看你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寫好一點 我說不用啦 看著你的畫就很有感覺 因為他的那個什麼 畫作叫做主要的那一幅畫叫做 魚嘎裡的盛宴 就是主題曲啦 然後我就回想起我自己在那個 天竺國的時候 然後看到那個路邊的那個魚嘎裡 然後那個 頭跟身體什麼都是一整尾在裡面 然後我覺得那個 就有一次我看到那個魚嘎裡 我覺得那個魚好像挺幸福的 就是他雖然在裡面是過世的 可是他好像是脫離這個世界 然後在魚嘎裡裡面覺得好像很開心 好啦 我有病你知道 然後我就 把這個很久以前看到這個事情 寫成這首曲子送給他 這樣然後曲目就叫做 魚嘎裡的盛宴 然後這首歌有點討厭 就是 每次弄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忘記我之前在幹嘛 就覺得喔這首好好聽喔 我說你這首的那個風格 是有點像那種日劇的那種主題曲 你知道嗎 對 就是很芭樂 它一點什麼民族的感覺都沒有 可是這個是 不簡單的 就是因為你彈鴿裡寫的歌 對 所以就要落魚嘎裡的盛宴 直接嗎 好 喔 對 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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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